周日晚上,国会领导人就一项约9000亿美元的新冠纾困计划达成协议 如果参众两院通过这项法案,将给美国人提供新一轮发钱 延长额外的失业补助,并为小企业提供援助等 它将与1.4万亿美元的2021财年预算案结合在一起 为政府在本财年剩余时间的运作提供资金 这意味着一揽子计划的总成本约为2.3万亿美元 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下的个人将获得600美元的直接现金补助 年收入15万美元以下的夫妇将获得1200元补助 17岁以下的受抚养人还将获得600美元 对于收入较高的人来说,发钱金额将逐渐减少 除此之外,还包括以下6项内容 第一,增强的失业补助 失业工人每周将获得额外300美元的联邦失业补助 持续11周至明年3月 第二,小企业纾困 新法案,未受新冠影响最严重的小企业 提供了3250亿美元的资金 第三,租赁援助和暂停驱逐 该法案还包括250亿美元的租赁援助 帮助数百万家庭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保住住处 其中8亿美元预留给原住民住房实体 第四,航空业援助 该法案将拨款450亿美元给运输业提供援助 其中150亿美元用于帮助航空公司留住员工 第五,税收优惠 通过薪资保障计划获得资金的企业 将被允许扣出与这些贷款相关的费用 还包括对那些留住员工的企业 延长员工保留税收抵免 第六,教育 这项措施将给学校提供820亿美元 其中227亿美元将分配给高等教育院校 第七,疫苗分发 这项一揽子计划包括690亿美元的疫苗分发和检测资金 其中200亿美元用于购买疫苗 近90亿美元用于疫苗分发 约220亿美元用于帮助各州开展检测 接触者追踪和防疫工作